前文在族的書頁上一回 話說那個杜魁炮頭老人 身穿藍色的袖沙長衣 黃銅紐扣 那堂衣袖又長又闊 但壓到在手腕上半尺那麼高 打出白襯衫的緊袖 他這件長衫雖然那麼闊大 長度就乾乾到膝蓋 雙腳穿了一對高筒物 粉底蕭搖鞋 手上拿著一支大煙斗 煙斗柄足足有二呎五六寸那麼長 合圖那麼上一粗細 糊黑色的 也看不出來是粥還是木還是鐵造的 那個斗是銅造的 比平常人用的煙斗大成四五倍 現在 他滋滋柔柔地吸煙 越過眾人慢慢走出來 在這個杜魁左邊 第一個人大約四十歲 臉色黑柔柔 長眉大眼 左邊眼眉旁邊有一閃縫 身穿藍醜短三褲 青短薄底快香 左手提一把唇鋼鋼齒刀 第二個人 大約三十歲 白白淨淨 微如墨染 眼似朗清風神進修 身穿青醜短三褲 青短快香 腰掛一個綠皮囊 左手提一把青鋼箭 在右邊 第一個人三十幾歲 臉如蟲組 濃眉大眼 身穿紫灰色的衣褲 腳踏板尖魚鱗沙蟹 右手握著一對點鋼狼牙 右邊第二個人 二十幾三十歲 生得非常粗獎 穿了身土布三虎 握著一對奔鐵鋼賣匠 這五個人之中 有四個人戴著煙斗 胡曼光看清楚對方的人 心暗暗吃了驚 尤其是這個為首的老人 氣勢強悍 兩手凶凶 更加令人擔心 只見這個老人吸煙 不慌不妄走到前面 沒有多遠就站定 胡曼光向前走上兩步 雙拳一抱 走一個禮 他說 朋友請了 在下是鎮通標的標頭 胡曼光 奉取嚴導之令 補價一筆嚴款 勞經貴補地 因為我們不知道 這裏合字的朵子堯切在哪裏 未能夠頭切敗山 現在 胡某在這裏向國底陪禮 胡曼光這番說話 說得和氣有禮得體 合字 即是六臨大盜 朵子堯即是他們的山仔 那個炮頭老人聽到微微一笑 上上下下看了胡曼光幾眼 就看一看胡曼光後面的人 擰擰頭 又擔起長煙斗吸了幾口 噴上一團白煙 那個態度似乎沒有把胡曼光看上眼內 他沉淋了一下 就面口冷冰冰地說 啊 你就是鎮通標局 胡曼光 胡老標頭 啊 那樣 那樣 我聽說 胡標頭一對鐵牌 走遍大江南北 但是江湖上的人都陰陽大明 只是可惜在下沒有緣分 有心想拜訪很久都未能夠如願 今天 居然在這次相遇真是三生有幸啊 講到這句 那個老人用手指一指 躺指手金標 他說 你一面十二金錢標期 聽說是明鎮南北 天下綠林都要零眼相看 我們這次來到江南 就要見識一下這一支金錢標期 回一回這位余建平余大標客 今天很僥倖 居然在這裏佔養到十二金錢的標期 不過蔣麒的主人又為什麼沒有見面呢 胡標頭 我聽說你們這次相保嚴標 是打算將標陀子押到江營 照道理說 以你一箱撤牌的威名 再加上十二金錢的聲勢 沿路通行真是容易到極 其實就以你們兩位的兩支空旗 都能夠行得到的了 何況還有這些那麼多能人壓戶呢 但凡江南江北的綠林 哪個都應該讓路 難道真是嚴命長拿來死嗎 不過 今天想不到你們偏偏遇到我 在下我不顧是一個頭 兩隻手兩隻腳 給個天造膽也不敢結你們兩家的標 況且 你們又是逢到什麼嚴導之命 又是什麼官款 我就更加不敢亂來 無奈我在這麼遠慕名而來 有一心想見識這位余大標客 余大標客既然不在場 我就唯有將你這一撥標 連上他的金錢標旗暫時留下 代為保管 就算是仿然促假的請貼 你只要將余三正余大標客 請他來見一見面 讓我靈教他的奇門十三劍 和十二金錢標 無論是贏還是輸 我一定圓標奉還 少了一百 我賠一萬 這一點 就是在下今天出場的來意 這樣做法 不愧老夫 念的胡錶頭奉是一條好漢 如果遇見第二個無名之輩 我就沒有這麼多廢話跟他講了 講完 又裝了糾煙 繼續滋滋悠悠地在這裡吃 胡孟剛聽完 激到臉都黃 別說錶銀被人截住 只是被人這樣輕視法 就已經忍不住了 現在雙方對答 距離不過四五像院 胡孟剛轉眼看一看 手下馬上把切牌遞給他 胡孟剛一拍胸口 冷笑一聲說 哈哈 朋友 你的來意我明白了 我胡孟剛從十八歲起 闖蕩江湖 到三十幾歲 開到這間小小標局 到現在 我便虛到五十二歲了 講到本事 會飲會食會阿會睡 我所以能夠在江湖 撈倒兩餐 不怕你老哥說 我沒什麼真本領 只是靠江湖上朋友多 肯幫忙 你老哥 雖然找的是十二金錢余劍平 無論他余劍平在不在 我們兩家標局 既然是雙保嚴標 他就是我 我就是他 你老哥 既然打算把這一筆標款留下 好極啊 怎算不可以交朋友 我胡孟剛 敢同余劍平作主 你老過儘管拿去 不過有一樣 我胡孟剛交朋友 要交得明明白白 你先說個萬二出來 我胡某一定交朋友 讓你老過情深如遠 講完 胡孟剛將手上雙牌一剪 雙眼閃閃放光 當時 鐵掌黑英程樂已經請出 對方點名要匯的就是他師父余三勝 他早就把長三扭口解開了 要上前回答 現在聽胡孟剛這幾句說話 講得遠中大硬 風利無比 我今天讚你這位二叔好爺 就先站好腳步 看看對方怎樣回答 只見那個炮頭老人神跡不動 只是把煙斗在鞋底輕輕撐了兩下 然後擔高頭 掃了胡孟剛一眼 他說 胡錶頭果然明不虛傳 你想問我的姓名呢 不錯 只要領教 這樣就不敢勞煩你問了 余建平自然會知道的 我看專家也是一條好漢 既然你這樣說 我將這一筆錶銀 只能留下一本 只是扣留余建平的錶 你老兄盡可以通知他 叫他快點領回 我說話一句就是一句 不再增改 如果聽我的說話做 你我將來在江湖道上後會有期 如果不惜時務 呵呵 胡老錶頭 你也是老江湖樂 你儘管看看老夫有沒有本領 將專家的錶銀全數扣計 這一支金錢錶旗 橫行大江南北已經有很多年 也應該扣回來了 麻煩你跟余建平說 我現在要將他留下 最後來這句說話就是犯了錶局的大忌 扣留錶旗 給你一條命好過 折走黑鷹程鵝 一張長衣脫掉 他大聲地說 你要留下十二金錢錶旗 這樣也不難 程鵝一句說話還沒說完 猛看見背後有人大叫 大膽匪徒 膽敢攔路打著搬盤 你造反還得了 你不怕黃粉 聯鈴一響 七師營哨官張德公 若馬停槍破過去 搶棍阿輝 兩名護兵 八個巡精跟著他上 黑鷹程鵝甲急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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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 這張德公是行五出身 年輕的時候曾經考過武場 亦拉得硬工 騎刀劣馬 綠合槍也學會紀錄 為人性格粗魯 氣力剛強 現在是年近四十 可謂正當壯年 這次界運嚴貨 在全營裏挑選界官 由張德公武功出眾 當選 他雖然是小小哨官 他為兼任教練官 真是矮子裡頭選高佬 都算是最高的了 他也知道近來路上不是太平 為何這次果然撞那幫大賊 他看看那幫賊 人數不過三幾十個 他想 標局火記和緝司營巡丁 加起來都不下於六七十人 都不用打了 趕鴨仔這麼趕 我們將那幫賊趕走 他又聽見胡錶頭先頭那幫說話 軟臉臉都不夠威勢 他想 嘩 標行的本領不過如此 所以現在他吶喊一聲 就帶隊直衝過去 他打算那幫賊心虛 一見官兵出馬就就要嚇散他們 張德公一馬當先 兩名護兵在旁邊大聲地開 嘩 現在賊師營張大老爺在此 你們這幫土匪 這麼膽大攔住官島 真是混帳啊 快點給我拉開 如果不是就撞了你們 誰知他們喊賊喉嚨 那幫賊你都不理 張德公這樣就發火了 提起門上 兩腳一夾 吹馬直闖過去 張德公舉起長槍 最准為首的賊人就此 等到張德公衝過去 距離一丈幾的時候 那個炮頭老人吸煙又不避又不招甲 猛然間 在賊裏面飆出了一條黑影 在馬前的房間 張德公騎過馬 當時害怕到站直起來 張德公措手不及 並扮一聲 為何張大老爺在馬上打按摩 死得落地 連長槍都拼了 這條黑影 原來是杜斐左邊第二個人 就是那個手側青鋼劍的白面拆人 左手拿劍 右手拉著馬龍頭 向外面一打 左手馬劍啪啪啪啪啪一下 打得那隻馬痛起來 飆了出去一邊 張德公打到一身都泥 頭上打的得性虧欲結了 幸好他還有些功夫 不用那些巡經人去搶救 自己早就爛起來 他又醜又生氣 拔出腰刀大聲地喊 大膽飛逃 嘔辱官長該都萬寡凌池 好像老虎一樣 沒有一把刀就斬過去了 那個白面拆人 劍交右手隔了他一下 咦咦 覺得張德公手下也有些筋量 就不同的硬碰 就圍著他 三轉兩轉 啪啪啪啪啪啪 把張德公射低了 張德公大叫一聲 超分離室 那個白面拆人就笑了 哈哈哈哈 張大老爺領教過了 請回吧 張德公仍然盼死地衝上去 當然了 幫著標行這麼多人和手下丁丁 自己堂堂的教練官 竟然被匪徒這樣玩法 沒有臉了 他大聲狂叫 他說 張老爺和那些波哥 就說要到直上直下這樣砍過去 那個白面拆人 潛展騰鵝尊後漏洞 又交手八九個回合 咦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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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曼江見到這樣大聲 張老爺退下來 保鏢緊要 等我來 那個張德公口吐白吐 根本不聽 爛睡起來 對著那個白面拆人又是一刀 那個白面拆人輕輕閃一閃 轉到背後 喊一聲 張大老爺你又是憤怒 順手牽揚 張德公又撇掛地 張德公眼都紅了 瘋了 有一天你猛斬直衝 這回就激到白面拆人生氣了 我對你手下流程 你還這麼不明白 一個朵子腳再次撤掛張德公 順勢舉起青鋼劍 一斬下去 哎呀 張德公左撥 鮮血跌漏 兩個護兵都嚇走了 八個巡兵之中 有三個大膽一點 衝過去托起張德公 退回蒜頭 白面拆人亦不去追 抹乾淨把劍狂笑幾聲就歸隊 胡曼江見到張哨官受傷 火起了 將鐵牌一分就要上前 誰知情鋼早就發惡了 七敢一個戰步衝到陣前 離開那個為首炮頭老人 四五步軟 企定腳步 雙拳一抱 朋友請了 那個道夫一看 只見情鋼指唐式面口 三十歲左右 啟窄紅衛氣勢豪壯 兩手空空就無帶兵器 這個炮頭老人不明眼 將情鋼看多了兩眼 但他依然十分公傲 吸了一口煙 噴了一團白煙 越無萬禮 只是頭咬得口 情鋼指 朋友 你既然進入江戶 就應該懂得江戶道上的規矩 我们保标的紧守行规 对众位并没有失礼 朋友你既然一定要结标 那你确实是我们两家标局 不值得做你的朋友 你站出来 拿起兵器就动手 我们自不然是管理上奔高低 不要紧的 很平常 不过你点名道姓 要找安平标局十二金钱 鱼老标头跟你答话 似乎你和姓鱼的有过节 朋友 姓鱼的不是无名之妹 你大可以鼓起勇气 去找鱼老标头 何必动手行空 刀相互标的哨观 鱼老标头在大江南北走标 只是靠一枝标旗 用不着老人家亲自出马 凡是在江南江北 沾山为王的人人都会给的面 这些都是他老人家的功夫高 人缘好所致 你既然飞走姓鱼的不可 你应该留名留姓才是 为什么有藏仇宿美 岂不是给江湖上好看此事 至于十二金钱鱼旗 在江湖上确实闯荡了很多年 朋友你既然想留下 这样也不难 赵标头情恶 情愿将手奉上 但你要拿两道散手出来给我们看看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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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朋友 你今年多少岁 姓鱼的是你什么人呀 嘿 你不用刺路卖路这么囂張 鱼老标头就是我的恩师 本少彪头,年纪虽然不大,只名是说得出,叫得响,我姓程明岳,爱好铁掌申英,闲话不说了,只要看你的了,程岳气势苦苦,等着触手,炮头老人微微一笑,将长烟斗一摆,旁边突然有个人飙过来,大声地说, 清晴的,我们老当家正要找你们司徒宣将,你想和我们老当家动手,早不早得之一,你试试我这对坏仗的滋味吧,一声舞起坏仗,又向身边一抖,两字都合在一起,双眼睛实程岳,苦视眈眈,程岳一看,原来是那个粗犷的汉子,就立刻向旁边闪开一步, 伸手将暗藏的腰间金丝藤蛇棒的鱼耳口松开,右手一拉棒尾,向前一抖,整条棒不甘直, 程岳一亮兵气,那个使伤怀象的粗犷汉子,不由得向后退了半步, 他知道凡是使得藤蛇棒的,武功是必定不弱的, 程岳说,朋友,你报个曼仪来,那粗犷汉子望着炮头老人的眼,他说, 你不用问我们姓明,你师傅来了,我们自不然会将个曼仪留给他, 不要说废话了,出招了,伙计, 大丈夫讲究光明磊落,到处留名, 陆林好汉就算是背着一百条命案, 也不会改名换正的,你们这帮匪徒,看个样子都仍是似个好汉, 原来鸡鸣久度都不语,还想留下我们的十二金钱标棋, 真是不知死活,那个粗犷汉子发你落来, 双眼向四位一掃,哇,想怀上一筆, 立了个门户,不用说了,来来来, 晴岳在旁边一站,抱完手一, 右手将金丝腾蛇拍一举, 一刻伸左手抛棒尾, 运用太极僧俩的姿势, 气纳丹田,提气灌顶, 迎接精神的注视敌手, 当晴岳一纳门户, 外行还看不出什么, 为了那个口含长大烟斗的炮头老人, 我心里不敢有点惊奇, 他想, 这个姓程的不过三十几岁, 准理真功夫来, 总要年没到十五岁以上, 只能够调气, 练精练神, 看来他最多也不过十几年的功夫, 只看他这一量招式, 神光充盈, 英华闲路, 足足够二十几年的功力, 实是他师傅余健平教授执法, 才会有这么好的草藝, 照这样看, 余健平的技艺, 都发达到登峰草棘的地步了, 这个炮头老人的心在想东西, 现在是斩眼之间的事, 只要两个敌手就已经动手了, 粗犷汉子向前进一步, 右手怀仲一抖, 喝声, 打, 对着程岳头颈的拖下去, 程岳不方不妄地迎战, 两个人打了十几个回合, 粗犷汉子是似着大力, 趁程岳腾蛇棒向他打过来的时候, 猛喝一声, 用足十字剩力, 举起怀仲举实藤蛇棒的硬割下去, 铁牌手胡曼光在旁边观战, 他想, 这下如果他打中了硬碰硬, 是人都要松手, 就在胡曼光的转念之间, 铁牌手已经打正金斯藤蛇棒, 只见金斯藤蛇棒远来来向下一批, 粗犷汉子吃了惊, 怀仲打空了, 不如得整个人向前一踪, 他刚刚上单脚用力, 借势向旁边跳开, 铁牌抗英程岳扭根打到盘转, 手上的藤蛇棒好像怪望吐信, 传着敌人的脚, 哼一声, 躺下, 只听一声劈啪的声, 粗犷汉子当堂踏了地, 铁牌抗英程岳也向旁边站,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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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